好 曾经在拍卖网站替员工征婚 登上新闻版面的台北市热心机车行老板 现在传出被自己的未婚妻戴绿帽 不过气消了之后他决定原谅 还是要把未婚妻娶进门 今年1月才甜蜜蜜和未婚妻一起接受访问 要帮自家机车行师傅征婚 还在拍卖网站上po文 买师傅付红包 热心程度让网友频频按赞 说他是位好老板 当时感情顺利还帮员工做媒 但现在自己却碰上感情难关 热心老板名叫林定贤 38岁 法律系毕业 因为热心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绰号法律小林 98年接手父亲的机车行生意 100年因为未婚妻来找他咨询 互相产生好感 两人陷入热恋交往 运进4个月后走入礼堂 但是在今年4月两人发生争吵 未婚妻夫妻离家 跑去找陈姓前男友诉苦 隔天他追问行众 未婚妻谎称被性侵 让他气得带未婚妻眼伤决定提告 到了法院 前男友拿出聊天记录 手机简讯 内容包括 女方已昵称臭租租租称呼前男友 还有两人多次的出游记录 证明是你情我怨 检方认为女方是怕被责骂才宣称被性侵 因此判决不起诉 检方查明经过 告知林姓老板虽然一度惊讶 但最后他仍旧选择原谅 接受未婚妻道歉 如其在今年底成婚 用时间抚平伤痕 昨天新闻台北总和报道